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我们现代人对宠物的那种疼爱 真的是以前都很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宠物在家里 其实就是家庭成员的一元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关心你的宠物 是不是就等于关心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健康 是不是你就很健康 我看过很多宠物的主人 如果宠物生病的时候 它真的是不比人生病要来的不难过 今天我们跟你关心什么 您家的宠物保险的没有 这个话题很新鲜的 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两位专家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一起来跟我们讨论这件事情 如果您家里有宠物 或者您左右邻居有宠物的话 欢迎您邀请他们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我旁边最为的是 明日动物医院的院长 蔡坤农医师 蔡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旁边为的是 明台宠物的李博松 李静怡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所以这样是不是 宠物保险都有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代人 对宠物的关心跟疼爱 我想医师您最熟悉 对不对 你最看得到那种 宠物的主人 在宠物生病的时候 那种焦虑对不对 稍微描述一下 给我们听一下 我们常说我们进来的时候 狗的家长 他们送狗进来的时候 是很 那个表情很紧张 很难过 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这个 像我们一般讲叫毛小孩 这个狗现在是个小孩子 只是长了毛的小孩 对 然后当他们发生问题的时候 因为这个狗狗是不会讲话 或猫咪不会讲话 所以他也不没有办法跟家长讲 到底怎么了 你就会看到一个很焦虑的眼神 出现在你的面前 然后我们想要去帮忙他 所以我们就会做很多的 一些协助的动作 好 那当我们今天谈这个主题的原因 当然就是说 其实我们国内现在已经有 专门为宠物设计的保险了 李静怡告诉我们一下 各位公司为什么会设计这样的商品 因为最主要是在于说 我们觉得说台湾的一个保险市场 已经成熟到跟先进国家相差无几了 但是有一个缺口就是在于说 国外是有所谓的一个宠物保险的 但是台湾直到今年之前的话 都还没有这样一个商品的产生 而台湾的目前登记有案的一个猫跟狗的一个数量的话 应该是有达到150万只左右 那通常的话 以我自己也是曾经养过狗的一个氏族来讲的话 他的医疗费用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支出 而通常在我们在送我们的宠物去治疗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 人有健保或者是人有保险 那为什么动物没有 我想我们的一个滥伤跟那个发想是来自于此 当然不管哪一个保险推出之后 一定是要有市场需求 那个保险才有办法可长可久 那如果我们看国外历史 其实宠物保险已经非常久了 那我想我们从观众的立场来看一下 我要请教蔡医师就是说 一般的狗或猫 因为还是宠物家里最多还是狗跟猫是最多的 最常常发生需要就医的意外或者疾病 可能是哪些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相信有很多受益师有从事急诊医疗 那通常我们在急诊里面会碰到 第一个最多的大概就是车祸 因为我们现在遛狗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狗很不小心脱离我们的视线 然后只要稍微到走到 像摩托车 机轮车等等 稍微闪一下会撞到 那第二个有时候像猫咪在发情的时候 也会有 一般有个叫摩天楼症候群 那为了求偶 为了要认识他的男女朋友会跳下来 我常常就从八楼四楼 跳到那个防火箱的遮雨棚 那这里下来之后 它都是一个连缓的伤害 譬如说他现在有可能骨折或是气胸 或是他可能有肝的破裂或膀胱破裂等等 这就一系列的 那另外一个家庭比较常见的意外是务食 就是狗如果在一两岁以前很好奇 或猫会玩毛线球 常会的异物 阻塞等等 另外一个是有可能会有中毒的问题 譬如说清洁剂或药品 它也不是很清楚 玩一玩就吃进去了 然后就可能会很急 那一般进来的时候 它有三个特色 一个是时间很急迫 第二个是需要启动的一些 一些医疗仪器很多 第三个费用产生就会看起来蛮可观 那这个时候如果单独由养狗的主人 要单独负担 有时候会产生一个蛮大的压力 对 林高强很可观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知道 什么毛病有多客观 没有啦 譬如说假设我们以物食或是肠胃 就有阻塞 譬如说一个狗狗 我们养一只 譬如说红贵兵很好奇 东咬西咬去啃我们家里的家具 啃完之后可能有一些零件 譬如说小孩子的玩具的轮子 或什么零件 或是金属吞到胃里面来 那以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一般我们要先做X光的摄影 确定它有没有存在 第二个要看它有没有 血液上就是麻醉上的风险 要咽血要拍X光 有时候还用超人波去扫定位在什么地方 这个检验费可能就会产生 由两千块到八千块左右 那如果它需要做手术进来的时候 有可能有五千块左右到一万块或一万五 不等 要看它操作的那个程序 再加上后面的手术后的住院跟照顾 有时候往往会大概会达到两万到三万 那有可能会接近一个一般上班族的一个月的薪水 对 大概是这样 林刚提到这些状况 你说务死这个部分 通常到医院来的狗狗或猫 是因为主人觉得它看起来不对劲 还是他看着它把东西吃进去了 都有 一个是已经看到了 就会惊叫 很快爆了冲进来 三十分钟以内如果是议题的 或是什么可以吹吐的 我们就尽量吹吐 或是做惯洗的动作 你超过三十分钟以后 它可能已经往蛇子场走了 所以就可能要启动一些仪器 去侦测它到底在什么地方 那产生的影响等等 那如果是不清楚进来之后 透过比较先进的 相当于跟人类等级一样的仪器 其实都可以侦测得出来 那猫狗遇到这种状况 它表现出来的不舒服症状是什么 第一个是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 不然就是它不吃饭 所以第一个喧哗是吐或不吃饭 那不吃饭的原因是因为 它吃进去有阻塞物 直见到生不下去它就会吐出来 所以主人还是觉得很怪 相对来讲活动力就会下降 精神很差 跟它玩耍不爱跟你玩 或是如果肚子在狗狗的腹痛 它会前手趴着屁股敲起来 因为跟很像一些女性朋友 如果那个MC来的时候 要这样的动作比较舒服 他们会出现一些 自己会处理一些动作 我们主人就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狗又不会讲话 所以如果很细心的主人 他就会很快地就医 如果拖了拖眼之后 有可能就会有复杂症出来 对 因为我们还是要让观众朋友观察 了解自己的宠物 如果是异状的话 赶快处理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对 及早就医才能够得到好的处理 而且可能费用也可以不用那么庞大 对 没错 好 那当然我想刚刚我们请教蔡院长 这块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说 如果你家有养宠物的话 除了你平常花费在他们身上的时间 精力 精险之外 他们健康你一定很关心 那如果有这种状况的话 保险公司其实可以提供一些服务 那保险部分我想我们 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请教李静 那我再回来再请教院长 通常就医的时候 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价格的问题了 那目前这个收医的各个医院的费用 有一个统一标准化吗 或者是 基本上我们不可以统一去收一个费用 因为违反公平的联合定价的问题 那以台北市为例 台北市收医师公会有一个建议的参考价钱 像我今天也有准备过来 那大致上这个是我们今天准备的那个 台北市建议的收费标准 那这个订订最后的修订是95年 也就是大概在67年前订订 不过它里面所订订的项目是比较基础的 就是说它原始大概在70几年订下来 到现在修订的项目没有很多 可是这个基础它比如说以处理的那个项目 是比较中低阶的医疗为主 那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改进上来 很多尖端的医疗现在一直被推出来 譬如说我们在台北市有16切的电脑端层 给狗狗去赏 然后像一般人的洗肾的设备 在台北市也引进来从日本 然后本身做神经外科跟做骨科 像韧共关节 神经外科的手术的装备 我们也都引进来 那你甚至于说有些慢性病 癌症的化疗也都引进来 但其实这些项目都没有在这个建议标准里面 那这也是为什么需要有这个保管公司提供一些比较有共同避险的机制 因为这些装备上去动不动可能都要上百万以上的装备 那一下来之后如果它的费用没有办法去对称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那现在就是收费的标准在台北市工会里面大部分就是一般的病 那重大疾病的部分可能它就没有提列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所提出来这个可能跟我们在市场上的价格比较接近 那由于重大疾病为主的话 这样的释出应该会比较合理 好 那我们休息后呢 再会来请教我们两位专家 如果是宠物真的有这一方面的需求的话 那保险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您觉得有兴趣吗 待会立刻回来